谁能想到 夏天竟然下起大雪 太阳也停止了发光 当末日倒计时的声音结束 所有的生物都面临着毁灭的命运 在这末时发生的清晨 天然来到超市购买物资 然而广播里却不断插播着不明病毒感染的消息 尽管如此 周围的大妈们却认为只是呼吸道疾病 无需在意 此时城市管控已经实行 只允许市民出来采购物资 天然装了满满一车食物 因为她还有一个妹妹在家等着吃饭 就在天然一路驾车狂奔的时候 电话却响了 是她的女朋友 一路上 因为天然不肯丢下妹妹去结婚 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不管是不是亲生的 对天然来说 她的妹妹始终是最重要的家人 即便是分手也不能动摇 就在挂断电话的瞬间 突然听到一声巨响 前方有东西被车撞倒 一个白色的物体向前方飞去 男主紧急刹车 差点也飞出去 是什么东西 让人惊讶的是 被撞的生物居然站了起来 是一只羊 骨头发出喀巴喀巴声 她的一双血红眼睛 冷冷地盯着天然 什么鬼 脑浆都撞出来了 居然还能活着 天然吓得不敢动弹 然而 这只羊没有做任何动作 默默地向路边走去 钻进了旁边的草丛 男主松了口气 决定赶紧回家 因为这世界变得越来越不正常了 一小时候 天然回到家里 正在搬运东西时 远处传来熟悉的声音 是她的妹妹李涵和两条狗 小白和小黑 特意买了一袋子 庄家的小白来上一锤 然而就是如此温馨的花 他们却没有注意到 他们采过的草地已经开始枯吻 甚至连牛圈里的老牛 也显露出不寻常的血红眸光 盯着他们离去的背 中午一家人吃着饭 听着广播频道 得知本世纪最壮观罕见的 日全石即将出现 妹妹发现外面出现了异常 窗外的天空被日全石遮住 气氛变得诡异 突然灯泡熄灭 妹妹感到恐惧 周围的温度急剧下降 小黑也发现异常 突然开始疯狂吼叫 哥哥快看 顺着妹妹手指的方向看去 屋外居然下起了额毛大雪 这是怎么回事 现在可是夏天了 天然意识到情况不妙 紧急主诉妹妹不要出屋 她和小黑一起走出屋外 迎着大雪前往农场 与此同时 天空上的日全石形成 月亮周围散发耀眼的白光 然而 当天然注视着日全石时 整个日全石竟然突然变成了白色 而天空却变得异常黑暗 接着巨大的月亮周围 浮现出一道道蓝色的光域 宛如南极的极光一般不真实 就在天然目瞪口呆地 注视着天空的奇景时 突然小黑扭头 感觉有东西在靠近 小黑疯狂吼叫着 试图提醒天然小心 看着小黑露出的獠牙 感觉到背后有一阵漆黑 如墨的暴风雪 然后一个高大的身影 出现在她的身后 眼神充满残暴 糟糕 小白只是偷吃了一口庄稼 就开始变异得六亲不认 只因太阳熄灭了 动植物发生变异 病毒横行 以天然察觉背后的威胁 迅速做出回避动作 与此同时 大黑也咬住了风牛的背景 双方拉开距离 此刻 他才看清袭来的是何物 心中惊讶着牛 怎么嘴里有苗牙 这是什么物种 然而 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他知道附近应该有他的复合弓 在内 体积的差距使大黑败下阵来 但天然并未气馁 他弯弓搭建 就在这时 他眼前出现了瞄准框 疑惑不解 但危险在前 让他无暇多想 随即 他松开手 箭矢伴着破空之声射向风牛 箭矢无疑落空 然而 这一举动却使得风牛变得更为狂暴 尽管受到重创 但他依旧没有倒下 李天然想再补起箭 但箭矢已空 就在眼前 那神秘的对话框再次出现 但要竖灵 范围内国体竖三 咣的一声 天然被撞飞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幸好用复合弓挡在身前 同时 大黑也咬住了他的裤子 拼命地向屋子那边狂妇 不好 妹妹有危险 此时 妹妹一步步向后退 面前是发疯了的小白 她从未见过小白这样子争鸣 小白嘴里发出咔咔的磨牙声 让妹妹不含而立 下一秒 小白眼泛红光 向妹妹扑举 就在危机之际 天然赶到 一脚踢飞了小白 李天然乱乱没想到攻击妹妹的竟然是小白 她决定先带妹妹去草料仓地乃 对话框再次出现 她相信这不是坏事 她随即安置好妹妹 并告诉她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别出来 就在这时 对话框的数字猛然一跳 天然发现自己已经被小白的锋利前掌刮伤 小黑也已经赶到 两狗牛打在一起 这可大大减轻了天然的压力 她要先解决眼前这只大块头 于是拿起一旁的斧头站在大树前 对着风牛大喊你过来 果不其然 风牛直接撞在树干上 牛角深深插入树干 看似一时半会拔不出来 天然举起斧头就要解决这头风牛的时候 一变突生 天然难以置信看着肩膀处 小白狠狠地咬向了天然的脖子 就在这时 风牛也回过前 牛角直插她的小腹 天然受伤严重 补出一大口鲜血 迷流之际 眼前出现一个全新的对话框 末日生存游戏匹配中 末日游戏匹配成功 男人在末世来临前建立了一间农场 并觉醒了超级农场系统 随便种出的番茄 就是反辐射级别的 不仅营养丰富 还能提升体质 成为超人不再是梦想 就在李天然奄奄一息之际 她的脑海里传来了一个声音 末日生存游戏匹配中 玩家李天然庇护所等级一级 既能真实之眼 然后 李天然的双眼突然变成了诡异的蓝色 伤势也奇迹般地复原了 可此刻脑袋不断刺痛 脑海里不断闪烁着晕倒时候的画面 当时李天然两眼放光 身体渐流声滋滋乍 身体不受控制地动了起来 玉拳击中了便衣小白的头部 小白骨骨鸡飞 飞出了数百米远 她转身抓起一把斧头 糟糕跃起 一下子将眼前的蜂牛劈成了两半 直到危机解除后 李天然才晕倒过去 回忆结束 李天然精疲力尽着坐在地上消耗着这一切 游戏家在完成 庇护所已绑定 新手奖励也已经发放 请玩家自行查看 下一刻 大量的信息涌入了李天然的脑海 她明白了小白和牛之所以变异 是因为误食了辐射后的植物所致 便已让他们不仅强化了身体机能 还使他们变得异常凶猛 为了避免小白再次伤人 李天然决定将她关了起来 随后 她来到了安全屋 然而 当她打开门一看 却并未见到韩寒的身影 寻找半天 最终在角落里发现韩寒躺在地板上 她紧张地摇晃着韩寒的身体 直到系统的提醒 韩寒只是睡着了 李天然才松了口气 于是 李天然开始研究起系统 屏幕上有几个奇异的符号 她好奇地点击了右上角的问号 结果发现了植物的介绍页面 防辐射种子 可种植在辐射过的土地上 需要充足的阳光和水源 生长周期两天半 古药种子 可种植在辐射过的土地 需要充足的阳光和水源 生长周期两天 然后 她进入了商店选项 一眼扫布后确认自己 无法负担得起的物品 她转向了家中储备的物资情况 除了与地面接触的部分存在污染外 其他地方影响并不大 以防万一 她把所有被污染的动植物都烧毁掉 整理完毕后 李天然前往武器库 拿出了一把手枪和两个对讲机 其中一个对讲机交给了韩寒 随后 她驾车前往城镇 以获取更多情报 然而 在路上突然从身后涌现出一群怪物 李天然刚想拔出手枪解决他们 身后突然出现一辆装甲车 迅速击退了这些的便利生命 紧接着 装甲车进行了一次惊人的360度大飘移 拦在她的正前方 套口直指她的面门 李天然只好无奈地踩下刹车 举手投降 装甲车内的人解除了武器 示意她可以通过 并告诉她 外面目前并不安全 政府设有专门的物资采购里 需要的话可以去那里购买 他们的制服显示是驻扎在附近基地的军队 李天然猜测城镇内可能爆发了暴乱 不一会 李天然抵达了城镇中心 然而 这里已经变得一片破败不堪 尽管有警车和救护车不断经过 但因救援需求过于庞大 根本无法及时赶到 李天然暗自庆幸有系统的帮助 不然她或许早已无法存活至今 很快 李天然来到了政府设立的应急物资采购里 然而 当她看到物资价格时 简直难以置信 大米一斤要价160 蔬菜更是高达280 购买者需出示身份证明 每人最多限购五斤大米 五斤白面和一斤蔬菜 即便购买了食物 也要担心被人抢夺 她心中明白 末日刚刚开始 局势将愈发严峻 正当她准备抵达前女友家门口时 一辆车突然冲出挡住了去路 从车上下来一个胖子 手里提着一个巨大的袋子 她四处张望 确认周围没有其他人后 打开袋子 里面是大量水果和蔬菜 询问李天然是否要购买 胖子热情地说 兄弟 我保证这里的东西比市面上便宜多了 兄弟要不要买点 然而 在李天然拥有系统的真实之眼的辅助下 她一眼看穿这些水果和蔬菜有问题 明显受到污染 李天然微笑着回应 这些东西如果你敢当着我的面吃一口 我就全部满下 胖子顿时惊讶 没想到她的计策被识破 随即恼羞成怒 然而 在胖子继续说话之前 李天然拿出手枪顶在她的脑袋上 她冷声说了句 胖子吓得急忙回到了车上 灰溜溜地跑走 没一会 李天然抵达女友中灵居住的公寓 敲了半天没人回应 于是从地摊下拿出备用钥匙打开了门 只见房间一片凌乱 遍地是被翻动过的痕迹 李天然注意到桌子的药盒 上面写着天润制药的名字 这是当地名声最差的制药公司 考虑到女友中灵十分讲究卫生 不太可能购买这家公司的药物 房间内没有血迹 也没有食物被吃过的痕迹 最重要的是 门锁并未被撬过的痕迹 这一切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然而 在这个混乱的世界 她还能去哪里呢 男人在末世来临前建立了一间农场 并觉醒了超级农场系统 随便种出的番茄 就是反辐射级别的 不仅营养丰富 还能提升体质 成为超人不再是梦想 避难所等级 民宿级 可以远程控制 即使玩家离开避难所 也能感知避难所内的一切情况 并随时指挥 第二日 李天然开启新的工作 老旧的温室大鹏一 用于培育防辐射级别以上的幼苗 目前处于亏损状态 剩余土地面积为30亩 可用于榆木 一个早晨 刚刚种下的防辐射级别农作物的幼苗迅速生长 寒寒蹲在旁边兴奋无比 大锅太厉害了 居然真发芽了 李天然也感到惊讶 这些幼苗的成长速度如此之快 寒寒 你还记得大锅让你背的规矩吗 寒寒当然记得 一不吃大锅以外的人给的食物 二没有大锅同意 不能离开农场 他都背下来了 时间过得很快 一声提示声响起 防辐射作物已成熟 请尽快收集 终于成熟了 看着爬满架子的西红柿 心情激动无比 防辐射级番茄 营养丰富 可提升体质 有效储存时间30天一口咬下去 试试味道 突然 李天然感觉一股力量涌上来 这几天身体的疲劳也一下子消失了 也就是说 在人人都没吃的末世 李天然不仅有了食物 还能各种属性加成 农作物还有等级区分 分别为 防辐射级 武药级 神级强力 超神级增益 农作物可以兑换成积分 而越高级别的农作物所需的积分也是惊人 最低级的防辐射级都有这种效果 不知道超神级的效果会到何种恐怖程度 想想就浑身充满了期待 那接下来 去看看古药级的收成如何 这 出现幻觉了 这光秃秃的是哪里 这就是成熟率只有10%的古药级吗 坑爹啊 看着地上少得可怜的古药级 古药级胡萝卜 效果 清除一切毒素和负面效果 储存时间 永久 看完这信息牛逼啊 这哪是古药级 这是一条条生命啊 忙活了半天 李天然让系统回收了 弃成了粮食换成了积分 剩下的放在系统仓库中 恭喜玩家完成第一次回收 达成成就回收大师 奖励智能工作机器人 龙用型 只见一只小机器人出现到了天然的手掌上 这么弱的小菜技 机器人感受到轻视 随即见影横飞 农作物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龙用型的就这么厉害 那战斗型还不掉乍天 有机会一定要兑换一台保护妹们 有了系统后 外面饥寒交迫 龙场大鱼大肉 看着韩寒和小黑两眼发光 大快朵鱼地吃着鸡腿 一脸享受无法自拔 这时 韩寒也想起了小白 天然安慰他 小白受伤太重 千万不能去打扰他 等小白好了 韩寒就能和小白一起玩了 阁楼上 笼子里的小白 两眼泛着红光 试图要攻击一切靠近的生物 突然系统发出警告 有人试图入侵 监控画面自动接入 正在扫描入侵者的相貌 入侵者是一名42岁的男性 没有携带武器 威胁程度为三级 你敢相信 上一秒马上要见上帝的男人 下一秒只是吃了一口胡萝卜 就立马复活了 这到底是一根怎样的胡萝卜 只因为我觉醒了超级农场系统 种植的都是超级农作物 不仅能包治百病 还能力大无穷 这天傍晚 我和韩寒正在用餐 系统提示有人试图入侵 立即查看 是男书 原来男书也没吃的 迫于无奈找我接粮食 我现在不缺粮食 虽然这个墨是人心难测 但男书以前帮助过我 于是我告诉他 自己只剩下少量粮食 只能分一点给他 看着他激动地离开 想着晚上悄悄再送些给他 深夜 我开车带着妹妹前往男书的路上 一路上非常安静 连狗的叫声都没有 估计是人们都害怕家畜变异 都处理掉了吧 很快就来到了男书家门口 突然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呼喊声 糟糕 是男书的声音 他家里发生了什么事 我急忙靠近观察 只见男书的儿子小天不断咳出鲜血 男书焦急万分 但显然束手无策 看着满地板的鲜血 可听到小天不断的咳嗽声 我终于意识到 很可能是因为食用了受污染的蔬菜导致的 我紧紧抱着寒寒 安慰着他 这时候也只有骨药及胡萝卜能救小天了 刚好也能测试下效果 就在男书和小天绝望的时候 玻璃窗破碎的声音响起 一个包裹被我扔进了屋内 重重地摔在地板上 男书却愤怒地破口大骂 然而小天发现了不对劲 打开包裹一看 居然都是食物 里面还有一根单独包裹的胡萝卜和字条 不想他死 就为他吃下去 男书看了再次破口大骂 谁会相信一根胡萝卜能治病 还是大医院都看不好的病 就在小天即将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即使只有一丝希望 也让人愿意去尝试 男书毫不犹豫地将胡萝卜送入小天口中 就在吃下去的瞬间 小天的身体猛然抽动 痛苦地嘶吼着 猛地吐出了一片黑色血液 与此同时 脸上的颜色却逐渐变得红润 奇迹发生了 看着屋内的情况 我也放下心来 这时旁边的路灯突然有了反 久别的灯光亮了起来 电力恢复了 于是我掏出手机拨打了钟灵的电话 宁波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只见一辆面包车里 钟灵被人用绳子绑住了双手躺在那里 此刻前排的男人拿到手机 立马关机了 两个男的在车上交流着什么 面包车快速地行驶 而远处的建筑物却是 天润制药 我开着车 带着妹妹 往农场方向驶去 一路上 妹妹不停地赞叹 胡萝卜太厉害了 然而 一道黑色的身影从车顶上掠过 又然巨大的撞击声 车子摇晃不止 一只黑色巨长伸出 猛烈地敲击着车窗 巨大的黑色怪物探出头来 居然是变异的大马猴 坐稳了 我毫不犹豫地撞开护栏 灵活地避开她的攻击 拔出腰间的沙漠之鹰 居然全被躲开了 拼了 油门踩到底 全力加速 就在快要撞到大树的瞬间 我用手挡在妹妹身前 争据响 车和怪物都一起撞向了大树 我立马拿枪对准 精准抱头 怪物彻底死亡 然而在怪物的手臂上 我居然看到了一个编号 05 这附近没有动物园了 只有 天润至有 突然 我脑海中闪过中林家里的药盒 这家公司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回到农场时 已经是暴雨清的 我告诉妹妹我要去下仓库 匆忙离开 来到仓库 小白还是老样子 经历了那天的事件后 我迫切想要使小白恢复正常 站在小白面前 我内心感到十分难过 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 我从系统中取出了古药及胡萝卜 小白一定能恢复如初 我把胡萝卜塞进小白的嘴里 然而 吃完胡萝卜的小白突然开始颤抖 突然 还张开血盆大口向我哭来 妹妹看我这么久还没回来 起身打算去找我 在仓库里发现了我 悄咪咪地想要吓我一跳 这次 我真的被吓到了 已经来不及了 妹妹注意到地板上的小白 整个人呆住了 眼神失去光彩 整个人倒了下去 我连忙上前抱住她 眼泪不自觉地从眼角流落 在这片黑暗中 我与妹妹一同面对挑战 为未来努力着 为了打造墨市堡垒 我买天买地买空气 看看谁还敢动我的家人 这就是墨市的残酷 小白因务事变异农作物离去 我和韩寒站在小白幕前 沉默了许久 韩寒回到家后一直沉浸在悲伤中 连她最爱的汉堡也不吃了 我只好先去收割成熟的农作物 再将多余的农作物回收给系统后 终于积攒足够了积分 将破旧大鹏升级为普通大鹏 大鹏等级二级 玩家里天然 庇护所的等级三级 防御能力低 建议尽快建立防御系统 为了我和妹妹的安全 优先增强农场的安全系数 是至关重要的 于是我开始加固城墙 围墙等级二级 围墙电网安装完成 再买了一个巡游集雷达 想着还得买个机械护卫 但是一看价格三千五百 积分不够 我被迫卖掉仓库中的储备粮食 所得积分刚好可以购买 一只机械猎犬和一只机械蜂鸟 机械蜂鸟 等级一 速度五 攻击三 防御一 机械猎犬 等级二 速度四 攻击五 防御五 为了测试它们的效果 我下达了攻击的指令 远处的树叶被击碎 我又指了指一旁的石头 猎犬一个光波射过去 目睹了如此强大的战斗力 我终于安心了下来 我将那只猎犬赠送给了韩寒 并将它命名为小白 文言 韩寒眼中闪烁着泪光 另一边 天润制药公司 总经理梁天宇正在听着数据员的汇报 他们似乎正在背地里进行某种行动 只是手下密切监视副组 别让他坏了大事 等手下离开后 梁天宇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说道 这或许将会带来巨大的财富 你敢相信 我们的女主终于出现了 在一处底下深处的实验室中 鱼尾人身的怪物正沉睡在其中 而这个怪物不正是女主吗 天润制药基地 此时正有人气愤地前往梁天宇办公室 而此人正是之前提及的副总 任晓 任晓不管工作人员的阻挡 竟直推开了办公室的大门 冲着梁天宇破口大骂 如今医疗资源紧张 你放在那么多上员不管 却在这里做什么动物实验 对于任晓的无理 梁天宇也并不在意 对于末世这种情况 他们也无可奈何 作为一名商人 一切从利益出发 而现在最大的利益 就是在变异生物上 看到梁天宇这么从容的样子 任晓借此机会 要求参观下实验进度 他怀疑实验有所突破 又或者是梁天宇在秘密研究着什么 梁天宇无奈同意了参观 然而任晓早已从手下那里 得知了秘密实验室的存在 并拿到了门卡 来到实验室 实验人员全程陪同在任晓身边 然而任晓早有准备 设计之走实验人员 并在外面的伙伴配合下 屏蔽了监控 于是在无人看管下 任晓不一会 就找到了那个秘密实验室的入口 任晓按下门上的开关 眼前的大门缓缓打开 任晓被眼前的荧幕惊叨 只见里边密密麻麻的 摆满了培养舱 而培养舱里面全都是人类 当任晓走到一个培养舱面前时 任晓看到了 让他难以置信的话 只见巨大的培养舱中 鱼尾人身的钟灵 静静地漂浮在里面 身上布满了缝补的伤痕 透露着令人捧惧的气息 此刻的农场里 我和韩寒正在心情地劳动着 收获着刚刚成熟的玉米 完全不像是末世的样子 大郭 我饿了 我要吃烤玉米 黄油味的 我看着这个小吃货 我无奈地烤起了玉米 望着已经成熟的玉米 韩寒急忙拿起玉米 就是一顿乱 我盯着韩寒的信息面板 幻想着 韩寒每天都吃反复彻蔬菜 身体数据一直在增长 照这样吃下去 不会变成金刚芭比吧 想到这 我不仅笑出声来 突然系统提示 农场来了访客 视觉接入 查看后 居然是男书的儿子小天 他手里的那些食物 不正是我送给他的吗 他这是要做什么 末日降临 我在农场打造末世堡垒 不仅有美食佳肴 还有机械大军 为你看家护院 突然系统提示 农场来了访客 查看后 发现是男书的儿子小天 我热情地上前 跟小天打招呼 询问对方 过来有什么事情 原来小天为了感谢 我之前送的粮食 特意跑来送我一些食物 但是 你手上的这一袋粮食 也是我送的 看着小天递过来的粮食 我尴尬无比 为了不让他发现 这袋粮食 是自己之前偷偷送给他们的 我只好勉为其难地收下 顺便知道了 原来南城郊区 新开了一家粮食采购点 这次来找我 希望能借用我的货车 我爽快地答应了 然而 令我没想到的是 小天这家伙 不仅要车还要人 由于他没有驾照 而且地方比较偏僻 他放心出事 想让我开车带他去 我有些无奈 心想 也该去采购点那边 打探下情况了 家里有小白这个机械守卫在 我也可以放心出门 于是我答应了小天 陪他去采购点看看 在我去准备开车的时候 韩寒也跟跟了上来 我跟韩寒交代了几句 让他一定不能离开农场 在家等我回来 大哥 你放心 有大白会保护的 韩寒在亲眼目睹了 小白的非凡表现后 决定改名叫 大白个贴切 我开车带着韩寒 来到农场门口 让韩寒跟小天打个招呼 就让韩寒赶紧下车 韩寒气鼓鼓地 看着我们离开 算了 还是去看满满最新更新的视频哦 一路上 气氛有点尴尬 显得特别安静 突然 小天开始关心 韩寒一个人在农场是否安全 有没有什么防身武器 我只是告诉他 农场周围被我通上了电 而且农场现在既没钱又没粮 不会有人盯上的 他不知道的是 现在哪有比农场更安全的地方 听完我的话后没意会 小天突然拿出手机 不断敲击 似乎在跟谁霸送手机 看见我在偷瞄他 连忙收起手机并解释 担心等会买粮的钱不够 找朋友借了点钱 我意识到其中有问题 但也没有打算 立马去拆穿他 而另一边 韩寒一边看着电视 一边激动的蹦蹦跳 满满的视频太好看了 快给我更新 看着电视里 各种英雄不断变化着颜色 韩寒突然意识到什么 转身拍着小飞的脸蛋 今天小天锅也变色了 难道小天锅也是超级英雄 上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绿色 而这一次 却变成了红色 这个世界上最令人 深恶痛绝的事情之一 莫过于对无辜的孩子动手 就在刚刚 我听闻小天正因为缺钱购买粮食 我立即拿出一叠现金递给他 这些钱你拿去 现在的情况下 确保食物供应最重要 小天看到这一幕 此刻小天双手紧握着钞票 脸上表情异常 他显然有什么隐瞒着我 我没有说话 专心听着导航的指示 专心驾车 沿途只有汽车的引擎声和导航的提示声 前方600米右转 前方400米左转如插路口 就在此时 小天的脸色突然变得矛盾不安 仿佛做了某种重要决定 他突然伸手抓住了我的方向盘 李老板 拜托你相信我一次 我们还是走左边的路吧 山体滑坡把右边的路堵住了 左边是唯一的选择 我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飞机将车停了下来 我阴沉着脸 对他询问你怎么知道的 小天有些慌张地解释说 是他的一个朋友告诉他的 但我一眼就看出他在撒谎 我非常熟悉这条路 它是乡镇的主要道路 根本不会受到山体滑坡的影响 小天看我质疑的眼神 无法再继续撒谎 他紧紧抓住我的袖子 诚挚地说道李老板 请相信我 马上左转 再晚就来不及了 拜托了 这一次请相信我 车辆的路径 突然间 一个中年男人戴着墨镜 重重地拍了一下监控屏幕 可恶 小天居然被判了 幸好我有所准备 中年男人急忙联系另一组同伙 计划拦截我们 准备实施佳计 场景回到这边 我飞快地驾驶着车子 对小天大声质问他的所作所为 小天尽力解释并道歉 声称他也不想这样做 我让他冷静下来 好好解释 原来 天润制药公司的人 发现我手上有治疗中毒的药物 他们抓住了小天的父亲 逼迫他帮助把我引出农场 他们计划趁我离开时 威胁寒寒 逼迫我交出药物 听完 我愤怒地咬牙切齿 这群恶棍居然计划 对一个六岁的孩子出手 我绝不会放过他们 就在这时 他们的车辆追了上来 我紧急加速 小天看着他们逐渐靠近 满脸惊恐 哭着请求我原谅 我也不想这样 但是我父亲被他们控制着 请你交出药物 与小黑一起看着 满满最新更新的视频 满满加油满满加油 突然 小黑警觉地站起身 转头看向农场大门的方向 而农场外 一群身穿黑色制服 手持武器的人 紧盯着农场 后面还轰隆隆地 开来一辆挖授机 我好心请朋友吃萝卜 结果第二天 朋友居然带人来抢救我 时间回到小天 吃完萝卜的那个晚上 他的病情奇迹般的好转了 原来小天是因为太饿 误食了地窖里面的 被辐射过的蔬菜 蓝叔责备道 你不要命了 接触过地面的东西 你也敢吃 小天却平静地回应 我只是想赌一把 否则迟早会饿死 就在这时 蓝叔高兴地 拍着小天的背说 别担心 现在我们有食物了 不仅从李老板那 接到了食物 还意外地得到了一袋 更重要的是 里面居然有 救治你的仙药 外面因误失 毒蔬菜而死的人很多 你能获救真实幸运 应该感谢那位救命恩人 小天心里却在思索 这份食物很可能是某人 为了不暴露身份 给我们送来的 而且数量如此之多 说明对方并不缺食物 命运真是不公平 突然 小天站起身 仿佛想到了什么 迅速跑出门 小天来到附近 网吧不断敲击着大门 如今的网吧 已经不再有声音 在这个生存都成问题的末日 谁还会有心思去网吧 网吧老板苗哥 不耐烦地打开门 这么晚了 谁啊 小天挥手向苗哥打招呼 但苗哥却警惕地盯着他 此刻的小天浑身是血 确实让人感到害怕 经过解释 原来小天是来查看 这里的监控录像的 当然 小天并没有提及 自己务实读书菜的事情 而是编了一个故事 说家里糟贼 想要看监控 来到监控室 小天不断地回放录像 终于 在其中找到了关键片段 这段时间 只有这辆车经过这里 而这车牌是李老板的车 回到家 小天把监控的事情 告诉了南叔 南叔得知是我帮助了他们 兴高采烈地夸奖 原来是小李老板帮助的我们 真是个好人 以后一定要去感谢他 但是小天并不这么想 他脸色阴沉地说道 如果将特效药的消息 告诉天润集团 我们就再也不用为食物发愁了 南叔听了大怒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难道你忘了你的命是谁救的吗 你竟然要恩将仇报 说着 南叔狠狠地扇了小天一巴掌 只是此时的小天毫不悔改 他擦了擦嘴角的血迹 淡淡地说 我只是想活下去吧 时间回到现在 我正驾车飞驰 试图摆脱后面的追兵 然而毫无用处 对方跟得太紧 根本甩不掉 不然前方出现了两辆车 挡住了去 该死 我迅速地踩下刹车 将车辆停了下来 我打开车门 我一手挟持小天 四处警惕地观察着 原来追击我们的是 天润制药的陈南 他此行是为了商谈 关于解毒药物合作的事 我冷笑着问道 如果我不答应呢 就在这时候 我已经被慢慢包围了 如果你不愿意合作 那我们就别无选择了 说着掏出匕首 不断挥舞 看到他们只是拿出匕首 我松了一口气 幸好他们没枪 不然就难对付我 陈南察觉到 我似乎不打算合作 便掏出手机 对着电话那头的同伙 吩咐道 准备行动 他们计划让农场那边的同伙 对农场发动进攻 只要控制住寒寒 就能确保拿到解毒药 陈南微笑着 看着我乖乖合作 对大家都有好处 然而他的笑容戛然而止 我愤怒到了极点 周身蓝色火焰缭绕 随时准备爆发 陈南吓得退后几度 我怒视着他 我最讨厌被人威胁 你应该庆幸自己没有去农场 至少在我这里能多活一回 陈南被我气势吓住了 但又想到自己这边这么多人 还怕个鬼 俗话说 人多的一方往往会有一种莫名的勇气 陈南挥了挥手中的匕首 号令众人上前 上 顿时 所有人都朝我冲来 你敢相信 我仅仅吃了几天的番茄 就能轻松击退十几名抠脚大汗 就在刚刚 陈南为了迫使我交出药品 命令手下围攻我 而一脚踢中了 最先冲向我的那人 他就被我重重踢中腹部 让我跑着陈南的方向飞去 猛烈地撞击在十几米外的地面上 陈南被这一击给惊吓住了 看着地上同伴那凹陷下去的腹部 开始感到有点害怕 事先明明安排了人在农场外观察 说的是农场内有杀伤性武器 而农场主本人并不构成威胁 因此我们才制定了这个计划 但为什么现在情况却变成这样了 区区一个种田的怎么可能如此强大 在他们的围攻中 我越打越辛苦 没想到的是 防辐射及农作物的效果如此惊远 仅仅几天的使用 我的身体素质就发生了如此巨大变化 无论是速度 力量 甚至骨骼密度和神经反应速度 都显著提升 小说里都是灵气入体 不断修炼变强 而如今我全靠吃 吃着吃着就变强了 这也太爽了 现在也玩够了 我迅速后退 拉开与他们的距离 然后掏出一把手枪 微笑着对准他们 陈南剑撞 不禁冷汗直流 他没有料到我居然还藏着一把手枪 陈南剑情况对几方不利 只好妥协并威胁到龙小子 我们冷静下来好好谈谈如何 我老板可是你惹不起的存在 逼急了对我们都不好 然而他心里却想着 只要近身了 那手枪还不是一块废体 我并未理会他们的话语 直接对着他们连开了竖枪 虽然陈南靠着他灵活的紫围仓 躲过了一截 但是他带来的同伴全部都命丧黄泉 陈南见识不妙 迅速逃向树林 拿着手枪紧追不使 当陈南躲到大石头后 我已经用尽了子弹 在短暂的安静后 陈南意识到我没有子弹了 认为是个逆转的机会 然而他不知道 我正站在石头上 静静地呼唤出系统面板 从空间背包里取出另一把手枪 当陈南发现时 为时已晚 他万万没有预料到 我会有另外一把 万念俱灰 再见了 下辈子做个好人吧 与此同时 在农场外的围墙处 一群人正试图进攻农场 旁边的挖掘机 已经来到围墙下 发出哐当哐当的声响 不断摧毁着围墙 噪音传遍整个农场 韩寒听到如此喧闹的声音 无法专心看他最喜欢的满满视频 于是他通过小黑茶看了监控 这一看才知道 农场外面围满的人 正在破坏农场 农场系统检测到 有人正在破坏农场 立刻启动防御系统 机械风鸟从围墙处飞出 迅速消灭了外部的所有人 寒寒看着充满血腥的画面 心情沉重 这要是大郭回来的时候 看见这个 恐怕不会高兴了 要把墙外的这些处理下才行 我只是种植出 能治病救人的胡萝卜 就有人盯上我的农场 想要我的命 没办法 我只能让他们见识见识我的厉害 就在刚刚 我击伤了陈南 让他彻底屈服在我面前 我深恶痛绝被人威胁 所以我不停地 用拳头痛打陈南 只要他告诉我 背后的主示者是谁 我就可以减轻他的痛苦 否则 我只能继续折磨他 陈南被打得奄奄一息 只好交代了一切 原来 幕后黑手是 天润制药的总经理梁天宇 而天润制药 只是集团的一个子公司 梁天宇秘秘密行动 试图通过获取治疗药品 来提升自己的权势 从而将总公司 派来的副总排挤出去 但副总似乎有强大的后台 因此梁天宇不敢将计划告知总公司 以免泄露给那位副总 坏他好事 得知这个消息尚未传播 我决定亲自去会议会梁天宇 天润制药梁天宇的办公室中 一声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 梁天宇连忙接起电话 询问对方任务情况 得知已控制住目标 只是还没问出解读药品 梁天宇立马命对方 将人带到78号仓库 他要亲自审问出药品 然而 在他还要讲述一些细节时 对面已经把电话挂断 梁天宇气愤地把手机重重摔在了地上 居然敢先挂我电话 等这件事结束 立马换掉了 说着气冲冲地朝外走去 他不知道的是挂他电话的七十数 陈南穿着我的衣服被绑得结结实实的 而小天则换上他们的衣服 带着墨镜准备到时迷惑对方 我开着车往78号仓库方向出去 不久后 小天押送着假扮成陈南的人 进入了78号仓库 我则隐藏在暗处 准备随时行动 仓库内 梁天宇已经带着两名手下等待多时 旁边还有被绑架的南叔 梁天宇看到只有小天 感到疑惑怎么只有你一个人 陈南和那个送信的人呢 小天一边控制着陈南 一边解释到 那个送信的人被我们扔下车了 而南哥去上个厕所 马上就会过来 梁天宇听完也不管陈南了 直接威胁我 交出药品 否则都别想活着离开镇 此刻的南叔看到我 也被抓来 泪流满面 他知道梁天宇是绝对不会让他们活着离开的 南叔拼命挣扎 试图提醒我 但却遭到了梁天宇手下的残酷报道 就在这时 我破窗而入 一脚踩在了梁天宇的脸上 将其击倒在地 然后踩住他的背部 举枪对准他 梁天宇被这一脚踩懵了 还以为是陈南背叛了他 就你这智商居然还能当上总经理 你的好下属在那了 梁天宇顺着方向看去 才发现原来一直以为的目标人物 居然是他的下属陈南 梁天宇这时也慌了 连忙用南叔威胁我 而我表示比起就南叔 杀你反而更加划算 然后微笑地举枪准备射击 就在所有人以为我会不顾南叔解决掉梁天宇时 我迅速调转天宇 把梁天宇的那两名手下解决 随着他们的倒地 一切都结束了 小天连忙上去解救自己父亲 原来即便是被火焰焚烧成焦炭 也是可以提取出你的DNA 就在刚刚 我解决掉梁天宇的两名手下 顺利解救出南叔 最后站在梁天宇面前 毫不犹豫地扣动了班级 南叔和小天感激地上前向我道谢 并请求原谅小天之前的行为 然而我根本没打算原谅他 眼神冰冷地看了过去 你也不用一直道歉 我是不可能原谅你之前的行为 但我也不会对你做什么 以后你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 然后指着地上那些倒地的尸体 你们把这些人都堆到一起 我去把车开进来 南叔询问这是要做什么 我只是淡淡回应道还能做什么 当然是毁尸灭尽 南叔和小天就开始行动起来 把这里的尸体都堆放在一起 南叔走向最后一个陈南尸体 拉着他的衣服就朝着水龙堆了过去 然而就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 陈南的手里不知什么时候 多出了一块玻璃碎片 陈南看准时机 对着南叔心脏处狠狠扎曲 幸运的是 南叔及时向后退了一步 躲过致命攻击 但玻璃碎片还是重创了他的大脑 这都被你躲开了 反正我也活不了了 就让你陪我一起上路吧 说着就要再次对南叔动手 小天转头看到惊险的场景 迅速冲上前 就在陈南扎向南叔的瞬间 小天及时赶到 用身体挡在南叔面前 玻璃碎片狠狠地刺入了小天的心脏 南叔看到这一幕绝望万分 就在此刻 我开着车赶到 直接撞向陈南 连车带人重重地撞击到墙壁上 我连忙下车查看小天的情况 南叔抱着小天痛苦不已 小天全身满是鲜血 心中充满了懊悔 李老板 你说的没错 后提我向韩韩说声对不起 说完这些 小天就缓缓地闭上了双眼 南叔凝视着禁忌的小天 脸上泪水滚滚 手紧握玻璃碎片 即便满手血痕也未感到疼痛 他坚定地将玻璃碎片抽出 面容阴沉 一步步走向陈南 缓缓抬起玻璃碎片 结束了陈南的最后一次呼吸 随着火焰的燃烧 我和南叔离开了这个令人绝望的地方 天润集团这边 任小正在悠闲地喝着咖啡 突然听到助理的汇报 找到梁天宇了 但他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 听到这话的人小震惊不已 虽然尸体被烧得面目全非 但从提取出的DNA得出 尸体正是梁天宇和陈南他们 还有一句因为没有DNA辈分 无法确认死者身份 有几具尸体都有蛋片残留 确认为他杀 人小掀开练部 一具漆黑无比的尸体呈现出来 看着这个曾经的对手 露出了微笑 这是得罪了狠人吗 就是不知道对方是针对梁天宇本人 还是针对天润公司 如果是前者 我就得好好庆祝一番 结交一下对方 但是如果是后者 那他就是我的敌人了 妹妹不但乖猛可爱 还觉醒了善恶之眼 哥哥再也不用担心 坏叔叔把他拐走 在毁失灭记后 我和男叔开着车回到农场 在农场门口看见了韩寒 韩寒你在干什么 韩寒听到我的声音 吓了一跳 连忙借口说自己在玩挖土游戏 你这是骗鬼呢 我都看到了还撒谎 韩寒只好委屈地解释到 韩寒怕打不讨厌暴力的小孩 万一不要我了怎么办 我连忙安慰韩寒 哥哥会一直和韩寒在一起的 不管你做错了什么 哥哥都会和你一起承担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你表现得很好 我们不害人也不能被人害了 我捏着韩寒的脸蛋不断安慰着 男叔看到这情景 一脸猛逼 一只会开挖掘机的机械狗 一土堆的尸体 这世界变化太快 我得好好适应下 韩寒告诉我 他能看到别人的情绪颜色 绿色表示清静 蓝色表示放松亲密 红色表示恶意 灰色表示无感 他是看到那些人散发着讨厌的魂光 而且他们在破坏农场 才下令打爆他们 而我是蓝色 小黑是绿色 男叔灰色加这些绿色 这不就是好感度吗 我真怀疑韩寒也有系统 失望的是韩寒告诉我没有 他这一能是吃了农作物后产生的 看来系统兑换的农作物 不仅没有外面辐射作物的副作用 而且变异概率更高 韩寒这才吃几天 居然就进化出了一能 我数据化的能力叫真实之眼 那韩寒这个能力应该叫善恶之眼 我兴奋地告诉韩寒 他的能力以后会大有用处 你就是我的最强辅助 回到农场小屋 我做了一大桌的饭菜来欢迎南叔 以后南叔就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韩寒听后高兴地叫好 询问南叔住哪个房间 南叔打算在农场门口搭一间草房 顺便帮忙看下大门 而此刻南叔的内心想着 只要能帮小天报仇 给小李老板当开门犬我也愿意 在一处豪宅中 3860万 目前无土栽培已经大规模投入生产 相信很快就能解决粮食危机 这是天润总公司研究员白景年 走了进来 不计你找我有什么事 军警总出在南江森林里 捉到一头LV5的变异兽 听到这白景年吃惊不已 要知道 如今实验室能研究的最高等级 也就LV32 没什么好惊讶的 深山老林没有人类的干预 辐射直被丰富 即便最低等级的异兽互相吞噬 也会加速变异的强度 人类的科技 在未知的自然面前不堪一击 还有梁天宇死了 挺能挣钱的小伙子 可惜了 小人发现梁天宇的秘密实验 用了许多有趣的技术 你过去接管一下 然后看看能不能和我们手里的结合 务必早日提取出壁壮病 你敢相信 我好好在农场里种地 居然有人想要天价收购我的农场 天润集团办公室 梁天宇那两天之前的记录完全正常 看来他死亡原因应该就出在那两天了 人小揉了揉自己疲劳的眼睛 将资料扔到一旁 可惜那两天的资料全被梁天宇删了算了 还是先去把新研究所的地址确定下来吧 还得去接待新来的负责人 随着一辆车的到来 白静言从车上走了出来 跟在他后面还有一位身高马大的家伙 人小立刻上前自我介绍道 你好 我是人小 欢迎你的到来 请问你后面这位是 这是大葵 担任我的助手 听说新的研究所地址有大致方位了 能带我去看一下吗 人小无奈同意 那就一起去看看吧 而农场这边 我打开系统 打算买些鱼苗 弄一个鱼塘出来 不同等级的鱼苗所需要的水质等级也不一样 同一种等级的不同种类 购买所需要的积分居然都是一样的 只需500积分就能买到末世前稀有的蓝旗金枪鱼 我立马询问韩寒这个吃货 想不想吃蓝旗金枪鱼 韩寒听后立马流出口水 向我确认 是那个贵贵的 红红的 入口即化的鱼吗 在得到我的确认后 韩寒心寸的手舞足蹈 于是 我们立马带上工具 准备去挖队鱼塘出来 在我规划好地址后 就准备让大白开着挖掘机开挖 男叔在一旁和小黑玩耍 发现小黑的体型比之前大了一圈 不能够啊 按理来说 小黑早就成年了 应该不会再长到 天天待在一起没怎么注意 认真看来 还真大了许多 难道和韩寒一样 是吃了防辐射农作物产生了进化 看来以后要留心观察下 就在这时 系统提示 农场来了造房者 造房者为两难应 威胁度为八 只见农场门口 人小带着白静岩和大鬼 正在用力地拍打铁 人小询问白静岩 真不用去选好的地址看看吧 那边设备和安保都更好 更完善 白静岩回应这个农场位置不错 我很满意这人 这时 我也出来了 询问他们什么事 白静岩还想让我开门进去详谈 被我拒绝了 我可没傻到随便放陌生人进来 更何况现在是末世 人小见状上前做了个自我介绍 并掏出名片地给我 长话短说 我们想买下你的农场 你开个架吧 在我得知他们居然是天润公司的人后 眼色阴沉 他们不会已经调查到农场了 我果断拒绝了人小 不管你开出的条件有多诱人 我都不会卖掉我的农场 就在这时 大葵突然整个人扑了过来 一拳打在铁门上 发出巨大的声响 小子 别不是好歹 警告 警告 监测到农场大门遭遇到暴力袭击 是否进行反击 不需要 我眯着眼睛看向大葵 这个人居然一拳就激发了戏弘的警告 就在剑拔鲁张的时候 后面的白静岩出声制止 大葵这才冷静下来 转头看下白静岩 白静岩狠狠地点了大葵一巴掌 看来你忘了我教过你了 在自作主张就给我回魔督去 大葵连忙弯腰道歉 白静岩拍着手 笑眯眯看向我手下人不懂事 请不要放在心上 然而我指着大葵 让他过来 看着大葵走近 我说到这种事我是不会在意的 说着 我就突然重重地点了他一拳 在击打的瞬间 我悄悄地将蜂鸟守卫放入大葵衣服中 大葵被我打得抱着肚子跪在地上 痛苦地咳嗽着 这样我们就扯平了 你们没有其他事就请离开吧 白静岩微笑着看着这一切 不知在想着什么